仅仅期盼的变形金刚4月底才要正式上映 但他的公仔现在已经抢先登场了 有业者看准商机推出高狗三公尺的巨无霸公仔 一只要价不便宜40万 不要以为这样子的定价没有人买 现在来自于全球影城还有片商的订单已经达到了70只 帅气变形金刚风靡全球 最新电影还没登场 巨型公仔遭一步强势 站在镇仁比例高达三公尺的大黄蜂旁边 身高165公分的记者也只能到他的大腿 巨无霸大黄蜂不只身高惊人 伸出拳头也比人类大上三倍 正在影城门口吸引民众停留拍照 一只就要40万全球已经狂销出70只 我们有行销到欧美甚至南美洲 来自变形金刚的片商 然后还有一些影城 然后还有一些大型的购物中心 看人都看电影啦OK 真正的玩这些玩的东西 我们是比较少收集啦 大size不见得人人爱 业者趁势推出只有6寸 大约16公分的迷你电影叮当 手脚能够灵活移动限量2000只 每只要价近3000元 两个礼拜内抢购一空 它算是有限量 只是限量的数量没有那么的少 预估大概会有三到四成的成长空间 火红的英雄系列电影还有钢铁人 30公分的金色外形 原价将近7000元 全球限量3000只 目前市价飙破2万 另一款红色版 清楚刻画主角小劳伯道尼五官 原价不到9000元 也翻涨将近三倍 其他钢铁没有的 就多了一个人头 人工去雕塑出来的 要给演员看过 就是授权是OK 他们才吃这个东西 电影热不止带动票房 周边商品业绩跟着窜红 东森财经新闻 陈品方张博祥 台北报导 转发 快一点 这些人